老师丁明注意事项 因为这些小朋友都是第一次使用铁锤 抹上白胶固定木头 再把彩色木板放上去 打造心中的理想椅子 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小孩子也没有拿过铁锤丁子 让他尝试一下 是还不错 打歪的钉子再重新调整 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耐心 有时候钉的时候有点 有离开怎么还要有点 不怎么拿好弄的 悄悄打打把大西老街 仿巴洛克式建筑的概念融入其中 让椅子的背面就好像建筑的立面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把它做起来 然后我们用那锅小就是废基的椅子 就是来运用 等于是有倡导一些环保在利用的概念 前人造椅后人乘凉 这些别具特色的椅子 未来也会留在公庙继续使用 成为庙宇的特色景观 戴新闻高岭李兵华桃园报道 今天天气一日